这行车赛在南投登场 1200名骑士买力向前 不过今天是廉价第三天 他们骑上荷欢山公路 遇车征道 脚同大乱 陷向怀征 不但逼得轿车跨越双黄线让道 还引来山上摊上的不满 来听听摊上和民众的说法 那个铺底上开了快三个小时 五点钟开了到现在才到而已 本来是一个小时就到了 车辆也多这样有危险 最主要是那种危险性 那么这场自行车赛 从清晨五点将持续到下午一点 即便警方出动人力交通惯制 但实际上还是出现危险乱象 塞上加塞 民怨四起 此外五岭停车场一早就已经满载 许多车辆围停到红线上 甚至有占用巴士车阁的现象 南投警方可说是疲于奔命 要招管还要忙开单 而这场自行车赛 挑战廉价举办 增填困扰 南投县府已经对主办单位寄出警告 下不为例 那么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 将时间尽头交换棚内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